各国有趣的谚语 我们这个第二集分级即讲 看世界的主要国家 它有一些谚语 蛮有智慧的 流传很多年 上百年以上 当然实际上很多了 我这边也没那么多时间 尽力去找很多 就找一些 找一些做例子 像英格兰 英格兰 The pai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 当然这句很多人都知道 比 比剑 更有力量 剑一直杀一个人 可是有时候你写一篇文章 的力量 要比这个剑 要有力量的多 The power of the written word Can change ideas Policies And more at large 这个文字啊 写出来的文字的力量 可以改变 改变人的一些想法 可以改变政策 可以改变 这世界at large 就是在最大方面来讲 比比进更有力 所以 然后 Ethiopia Ethiopia 我这边是照英文 它的国家或民族的 英文字幕来排列 Ethiopia Ethiopia 非洲的国家 Ethiopia Ethiopia When spiral wave Webs unite They can tie up a lion 结合蜘蛛的网 连狮子都能捕猪 当然很多是夸张 就是一个比喻 比理 一种形容的说法 当然蜘蛛网是不能捕狮子 但比喻说法 就是 蜘蛛是蜘蛛 网是网 蜘蛛跟网合起来 连狮子我们捕捉 就是团结力量大 大家就是强调团结的意思 Web teamwork the smart can defeat mighty 形容词 前面加th 也可以当名词来用 but small是 形容词 mighty 形容词 the smart 小的 前面加th 变小 就是团队合作 teamwork 如果能团队合作 小的也可以胜 强的 mighty是强有力的 加th 强者 小可以胜大 团结力量大 Finland Findland 北欧 Findland 所以我们看 一般好莱坞电影 演到最后 演完的时候 上面写 The End The End 在子音前面 念 The 在母音前面 The End 不要念 The End The End 可是呢 北欧的电影 它最后 就是它 如果不是英文发音 是北欧发音的话 写个Fin Fin Fin 不是The End 写个Fin 就芬兰的Fin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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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就是The End 就结束 所以芬兰就是世界结束的 陆地结束的地方 因为它靠近北极圈 表示到芬兰 芬兰倒是英译 用英语 芬兰 芬兰中 没有意思嘛 芬芳的兰花 它不是嘛 它国家的名字 所以极地 北极南极极地 就是说 陆地的极限 Fin 结束了 陆地到这边结束了 在Fin 所以北欧电影 最后这个Fin 不写The End 芬兰 陆地结束的国家 Even small star shines in the darkness 即使是一个很小的星星 星星一定是恒星 太阳恒星发光的 行星 地球不发光 卫星根本不发光 其实就算一个小的恒星 小的恒星 它不一定小 它是离地球比较远 所以小星星 可能比大星星更大 大多了 可是很亮的星星 它不一定大 它只离地球比较近 所以太阳最大 跟太阳比星星大的 比太阳大的 恒星太多了 跟太阳为什么 那么亮 距离地球近 很多星星 比太阳大多了 没有亮光 太远了 看不到 即使小星星 在黑暗当中 也会发光 那什么意思 就算你在怎么小 在怎么远 但是越太黑了 还是看得到一点 今天晚上月色很好 月亮很亮 有些星星就看不清楚 所以我们讲 天生我才必用 就算你不怎么样 但是就算在黑暗中 你还发光 意思就是说 你还是有用的 尤其在某一些情况之下 还是有用 天生我才必有用 所以最近看了一个视频 一个小鬼 小孩子 几岁而已 四五岁 这个大陆城管 可能要拆房子 或者怎么样 就是有一点感觉上 小孩子觉得欺负大妈妈 哇出来 大奶奶 不要欺负我奶奶 很猛 小步点 可是声音很大 大家城管 也不知道怎么办 也不能打小孩 天生我才必有用 世界为良师 但学费很高 这个世界 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但是呢 Charge 收费 这Charge 当然很多意思 子弹上堂 收费 很多意思 会流出去 液体流出去 很多意思 收一个 很大的 很高的费用 什么意思 人啊 从小孩子 到老 这世界 就我们家 社会 社会大学 从小孩子 不太懂 结果常常被人骗 这个 从小到大 念书啊 很辛苦啊 这个做事很辛苦啊 开公司 创业很辛苦啊 得到很多教训啊 有的时候很努力啊 反而是没有什么回报啊 有时候被人家骗了 一大堆的东西 有时候这个庄稼 结果这个碰到风 天灾啊 人祸 干旱啊 洪水啊 就这个世界啊 很残酷的 你说世界很美好 也可以说 跟你说这世界很残酷啊 从小到大 每一个人都付出很多代价 神老病死啊 一大堆问题啊 但学费很高 所以到老的时候 你回顾一辈子 哎 我这一辈子 这个 很努力 可是我也 很大教训啊 我 妻离止善啊 国婆家王啊 常常被人家骗啊 我现在变得很成熟啊 可是中间付了很多学费 这个意思 芬兰 France 法国啊 France 以前是法兰克人 这叫Frank 然后后来变法国 France 以前清朝叫名国 法兰西 France A Tungry Stom I Catch No Ears 饥饿的胃没有耳朵啊 什么意思啊 胃怎么会有耳朵啊 胃 饱的时候就有耳朵啊 饿的时候没有耳朵啊 A Tungry Stom I Catch No Ears 什么意思啊 You Can't Concentrate Without Food In Your Tung Tum Tung Tum就是一般小孩子啊 比较一般俗语叫肚子 Tung Tum 一个字就可以啊 Tung Tum 两个字也可以啊 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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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肚子饿了,我叫,你晚饭还没吃,赶快去吃一点吧,叫个便当吧,赶快去吃一点。 人肚子饿的时候,人就是生病,没办法做事。 肚子饿,没办法做事。 失恋,情绪难过,没办法做事。 睡眠不够,想睡觉,没办法做事。 碰到这种事情,没办法做事。 肌肉的胃,没有耳朵。 那个说,睡眠不够,没有耳朵。 失恋,没有耳朵,都可以,没有精神去做一些事情。 这是他的这个谚语的讲法。 真理啊,真相,真实,是更有价值的。 如果你花好几年的时间啊,去发现它,什么意思啊? 真理经得去考验,这个意思,经去检验。 有时候真理的话,一下子你不觉得有什么道理。 时间久了,哇,所以,像在谚语也是啊, 谚语就是,刚开始看啊,可能是一个感觉, 哦,看久了,或者你以后,亲身经历,哦,有道理。 所以像,小的时候,爸爸妈妈讲什么, 你就没什么道理,哎,很烦啊,一天到, 哎,时间久了,啊,对啊。 妈说,出去带把鱼带,没笑语, 没什么鱼带什么鱼带,听,乌鱼密布, 老妈,看着,老爸老妈说,乌鱼密布,带把伞, 哎呀,后来没带,不听话,哦,后来下雨了, 这个,落塘机,哎,你赶快看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没带,哎呀,我记得, 就一出去发现,哎呀,手机忘了带,哎呀, 皮包忘了带,哎呀,钱忘了带。 或者说这个老人家,也前辈,前辈的说, 哎呀,年轻人啊,血气方案,戒指在斗, 不要什么事情都跟他吵,哦,管你了, 我今天不高兴跟他吵,哎,结果吵完以后便打架, 打架又被受伤,结果受伤了,哎呀, 住病,住医院,身体不舒服,哎呀, 早知道,何必为了几句话,就吵架了, 你看搞得我现在,对方也受伤,没错, 那我也说,两个一起住院,哎呀,早知道, 就不要吵了嘛,就不会打架了嘛, 住院很难过,还住一段时间, 就很多真理啊, 经了去考验,刚开始听,觉得还好, 或甚至没什么道理, 十一九才发现,哎呀,这是俊勇啊, 这是有道理, Germany是德国,Germany是德国的, Germany,就日耳曼, 就是原来是日耳曼, 日耳曼民主德国, 后来叫普鲁士,后来叫德义士, 德国, Begin to weave, and God will give the threat, 就是你开始去weave, 是编织啊, 你开始编织啊, 然后神啊,就会给你献, 什么意思啊, 我要编,神就给我献, 所以很多都是, 有点夸张, 这是用比喻的用法, If we don't start the projects, we care about, they will never happen, 如果我们不开始做一些project, 反正是计划, 一些项目啊, 我们关心的, 如果我们不, 如果我们不开始做, 就不会成功, 什么事情都开始, 那你开始做以后啊, 一开始会觉得, 可能有点困难, 可是你不开始做, 就完全没有成功的机会啊, 你开始做了, 诶, 然后碰到一些挑战, 诶, 奇怪, 慢慢就有些贵人相助, 为了经过努力以后, 慢慢有些东西就化险为宜, 比如要去开个餐厅, 开个小公司, 你说我规划了三年, 规划五年, 你说怎么还没做啊, 哦, 很多困难, 钱还不够, 还不成熟, 那就是没有开啊, 有人说, 我先考虑一下, 规划一下, 我就开了, 开了以后, 一下子, 钱后来不够, 或者怎么样, 有一些客源不够, 可是你做了以后, 当然也会失败, 有的就收掉, 也有可能, 但有的就说, 我努力好好开, 我想办法去克服困难,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努力做, 你有个开始, 就有可能成功, 你开始编一个衣服, 可是没限啊, 神就会给你限, 但神不会给你限, 就是比喻的用法, 你缺这个缺那个, 觉得到时候, 有些朋友就来帮忙啊, 有些什么, 这个有人来投资啊, 或者是经过努力, 有些东西就解决了, 加纳是, Ghaner是非洲的一个国家, 也是一个民族啊, 很多国家就是有民族组成Ghaner, 所以有些民族跟国家同一个字, Hungary is felled by a slave, Hungary is felled by a king, 什么意思啊, 这非常是感觉啊, 一个奴隶啊, 感觉到饥饿, 然后呢, 以及啊, 国王感到饥饿, 什么意思啊, 谁都会饿啊, 王永济会饿啊, 郭台铭会饿啊, 我们一般没钱的也会饿啊, 大家都一样, 众生平的都一样, 他是比你有钱, 他是总统, 地位比你高, 他也会饿啊, 每个人都一样, 生老病死, 谁都跑不掉, 郭台铭也会生老病死啊, 这个拜登也会生老病死, 都一样, 他只是地位比你高, 比你有钱, 影响力比你大, 可是很多地方是公平的, 人皆平的, Edom is basic, it human beings are more like than we're different, 就是在一些很基本的程度来讲, 所有的人类啊, 都一样, 一样的比不一样的多, 很多地方就是要鼓励说, 虽然每个社会地位啊, 财富啊, 都不一样, 可是有时候你可以想, 他也会堵折啊, 我也会堵折啊, 他也会生老病死啊, 我也会生老病死, 所以想一想啊, 安慰自己, Greece是希腊, 希腊, 希腊的是Greek, G-R-E-E-K, 天空一片希腊, 余光中, 意思就是, 就是不了解的意思, 所以Greek也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不太了解的, Food就是敌人啊, enemy也是敌人, Food是敌人, 所以一字多语啊, 一个中文意思可以用很多英文表示啊, 有时候一个英文字有很多意思啊, 所以很多字, 就是可以同一字, 一个字也可以很多意思, 好几个字可以同一个英, 一个英文字也可以好几个英, 一般是两个英比较多啦, 就从一个敌人呢, 你也可以学到一些智慧, 就从敌人处学习, 或从痛苦啊, 不一定敌人, 从痛苦失败中学习, Sometimes unpleasant or difficult situations can teach us the most important lessons about ourselves and about life, 就有的时候啊, 一些不愉快的, 或是一些困难的啊, 一些情境啊, 一些情况, 也可以教我们这个最, 最重要的一些课程啊, 可以教我们一些东西, 有关于我们跟生命啊, 所以有时候敌人没有错, 可是敌人对我不利啊, 把我打败了啊, 两个人一起要, 要升官, 结果公司选他, 不选我, 或者这个人啊, 位置比我高, 常常修理我啊, 那你可以学习到什么, 是不是我做人不对啊, 为什么选他不选我啊, 是不是他比较勤劳啊, 他比较聪明啊, 当然有一种讲码说, 因为他有群带关系, 所以有人讲说, 关系, 有关系, 也是能力的一种, 知道他有关系嘛, 关系也是能力, 也是在商场上, 职场上很好用, 所以这种敌人当中, 他打败了我, 让我思考一下, 为什么他打败了我, 他比我强, 是因为他比我努力, 他条件比我好, 他脑筋比我灵活, 或者甚至他比我阴险, 等等的, 就是人, 人要进步嘛, 要学习嘛, 要进步, 从敌人当中也可以学习, 这场战争, 我们打败了, 因为他将领, 领导能力比较好, 他的军人, 配备比较好, 他的军人比较擅长, 比较擅长打仗, 等等, 我们再讲一个, 一集也不要讲太多, 希伯来人, 古希, 希伯来人, 就是犹太人的祖先, The world exists on three things, Truth, Justice, and peace, 世界有三宝, 世界存在, Exist, 存在, 存在有三件事情, 很重要, 真理, Truth, 真相, 真理, Justice, 公平, 正义, 还有和平, 所以希伯来人, 这个很重要, 我们要讲真话, 不要讲假话, 要正义, 我们不要对人不公平, 要正义, 和平, 不要打仗, 蒋是这样讲, 可是世界常常没有真理, 世界常常没有正义, 世界常常没有和平, 所以人越讲的, 表示越没有, 所以以前, 蒋介石来台湾, 这时候台湾早期的说, 不要随地大小便, 什么意思, 大家都随地大小便, 杀出马猫, 反攻复国, 表示做不到, 反攻不了, 复国不了, 所以有时候人, 越没有的越要讲, 越讲的越没有, 但是不讲不行, 还是很重要, 这集讲到这里,